观众朋友您好 欢迎您收看谈古论精化中医 在今天我们很开心为大家邀请到了 林贵中医师来到节目中 林医师您好 小坤好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 林医师您在过去的节目中 为我们介绍过了肺经 那今天要为我们介绍哪一条经络呢 我们今天来介绍大肠经 大肠经 为什么介绍大肠经呢 因为肺跟大肠是一表一理 他就说他两个精气都是属精 他们的精气是相通的 很多肺的病 没有至少可以通过大肠 我几个就解个简单例子 气喘 气喘这个东西 它是很严重的东西 可是有很多东西呢 它是经过疏导以后就可以了 所以气喘的病有时候经过大肠 给他疏通以后 他气喘好了 不自喘 他好了 这是病例都很多的 给他发现 就是说有气喘的孩子 有很多大肠是不顺的 就是他那个气降不下来 气降不下来 你就要把他气降下来 让他大肠通畅了 他喘就好了 所以很多 所以为什么他叫做表里 他们两个气是通的 所以我们说肺跟大肠 互为表里 就是肺跟大肠互为表里 他们的气是相通的 对 所以我这样举的例子 气喘 他不自气喘 他从大肠去疏通 把他排便弄唱了 他气不堵在那边了 他就好了 是 有这个病例 是 那这个就是通过他们 互为表里来找到治疗点的 对 是 那除此之外呢 大肠经还有一些 什么样的特色呢 大肠经就是传导之关 你看大肠是六腑 腑啊 你看所有东西到大肠 它会变成有用的 到这西周差不多 变成没用要出去 是 所以大肠它是很重要 为什么 因为你这些东西 脏的东西不出去 你就很多东西很多病是由这里发生的 所以我们说肺经错过大肠 使他们两个表里去通的话 你的皮肤也会变漂亮啦 对啊 因为肺组皮毛嘛 是 既然是一样都是属于精气 都是跟皮毛有关 你看排便排顺了 是皮肤就变漂亮了 对啊 如果解决了便秘的问题的话 皮肤也会变漂亮 这也是因为他们是互相表里的关系 所以其实经络他们是一体的 你好像说只有肺跟大肠这样吗 其实索太阴竹太阴 他们都是相对的 就是一个整体吧 中医就是讲整体吧 那为什么一个叫做太阴 一个叫太阳呢 因为阳就从阳面进来 例如说它这个地方就从阳面进来 所谓阳面大家记得啦 一个是从阴面出来 阴面就从内部出来 阴面就是从外面走进去 走到大肠进去 所以难怪叫手阳明大肠经 对一阴配阴阳 中医就讲阴阳要调和 是然后他们又肺跟大肠又互相表里 所以你说你要漂亮啊 大肠经要顺啊 肺主皮毛啊 所以那个大肠癌跟肺有没有关系 有 所以一般夫妻器官不好的人 他排气就特别多 是啊 呼吸器官不好是排气特别多 对啊 因为肺的功能没有完全发挥 他就堵到大肠去啊 你还能排还算不错的 你能排出来他不积在里边 怕你有气不排 有气能排那还是好事 所以我们说经络经络 这个东西就是密切相关 我说过十二条 那我们所讲完肺就要讲大肠 因为他们两个是互为表里 是 是很重要的一个表里的器官 所以一定要照这个刺系 我们就来介绍他经络的巡形 是 那他经络的巡形是一个什么样的方向呢 他就是说有羊面 羊面哦 他有手指头 那这个气怎么接的呢 他这里有一个落蟹 这个 你看我们手指头这样子好比啊 这里有一个蟹道叫裂切 你给他摸一摸 这里好像有一个 有个缝 这个叫裂切蟹 大脆筋的精气就透过这个 裂切蟹通到这里来 所以这个叫弱蟹 连弱的蟹道 裂切 裂切 这个裂切蟹就是这样子 两个手交叉 这个指头 这近处 然后你给他按压 很感觉的 大肠的肠会蠕动 那如果说有便秘的朋友 就可以按压裂切吗 不错 还有更好的 但是你按压这个 你可以明显的感觉到 肠在蠕动 大肠 就排气了 就排气了 所以我们说怎么联络的 怎么大肠精气 这个肺的精气 怎么跑到大肠去 就是有个落蟹 就是两条经络交会的地方 经过这个交 这个落蟹就联络上了 是 他们这个一阴一阳 经过这个地方就联络上了 精气就联络上了 然后他就开始走了 这样走 从你看第二个指头 这个第二个指头 这样走 一直往上 往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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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经过脖子 行着紧 然后还到这个下面牙齿 然后就胶 这落到这里 然后在这人中 胶人中 在人中胶会地方 然后再比的两边 然后呢 还有脂肪就要倒下 所以这是很复杂 这经络真的是说 像高速公路一样 那个交通是四通八达的 对呀 他不是说 刚刚这表面是这样走走走 那里面他就往内了 联络到肺了 然后到大肠了 然后又还要下面 一直联络到大肠 对呀 所以才是大肠筋 但是他还是有跟肺部联系到 是 所以说一个经络 它是很复杂的一个 经过的过程 那联络到脏腑去了 所以我们说 不通者痛 什么不通 你经络通了 你就不会痛了 经络的什么通不通 气血要通 哦 这条路 所以我们想说 不通者痛 通者不痛 你说 有人这个轴 网球轴 网球轴 那你就看他哪一边 你就从这个地方来找 找他痛点 然后去按压 断压 哦 所以我们说 从经络我们就可以了解说 很多病痛 这里就可以解决 是 就很多病从经络的 巡行的路线 对 就可以找到了 对 找到了你就不痛了 因为一般人一痛就要找医生 一痛就要去打止痛针 是非常不好的 其实有时候 如果有一些 就简单的保健的概念的话 其实我们也可以自己 来缓解是吧 哎呀 哎呀你真的不行 你就上医院去 但是自己能解决的 你就是按压 平常知道保护 那像拍拍 嗯 但是这个拍一定要有一个方向哦 为什么 因为我们就是这样走过去的 对不对 嗯 我说顺着走就是补嘛 嗯 所以你要拍大肠筋是要这样拍哦 往上拍哦 啊从食指往上拍 刚刚那个是 肺筋是从上面往下拍 对啊因为它是从里面出来嘛 哦 所以 这边是从外面进去的哦 是 所以你要拍这个地方你是要 哎 从下面往上 从下面往上 嗯 而且它连到后面的大椎蟹 嗯 那这样子连带脖子痠痛可能都可以治疗 对 哇你很聪明 一下子我联想到了 因为它有经过 它有经过 其实呢大肠筋还有经过不一样的地方 那待会我们回到节目中来呢 再为大家介绍 先休息一下 欢迎您回到节目中 来 林医师您刚才为我们介绍了大肠筋 它的巡行的路线哦 那有没有一些什么样的穴道啊 就是经过啊就是可以简单的按摩 我们就可以达到一些保健作用的呢 我刚才有提过哦 嗯 其实穴道哦 嗯 你不用去记名字 是 我就说最主要是手肘以前的穴道 有五个叫做五叔穴 是 这个这个是很重要的穴道 因为它是根本 嗯 所以我们就只要知道说 哎 这个穴道大概什么位置 但是呢我要告诉你一个很大的秘密 不是小秘密 是大秘密 大秘密 嗯 因为我们很多人都说哎呦我也不是学中意 我也不记得穴道啊 对啊 我也不知道按对按不对啊 是啊 怎么办啊 我们中意有一句话叫做 零失其穴 不失其经 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你线位没找对没关系 嗯 但是你一定要知道大肠筋是怎么走的 哦 只要知道那个经过走的路线就可以了 对了你就差不多十之八九了 是 所以这个秘密一定要知道 自己要知道一个原则 嗯 而且你不要管它说 哦 这个是合骨穴吗 这个是什么穴 不用这样紧张 嗯 你只要怎样呢 因为我说过 有之以内 必行之以外 你如果哪一个地方不通 它反映到这个点 你按下去 它是痛得不得了的 哦 那就是表现它这个反射点就是在这里 是 那你也不要管它什么合骨穴不穴的 你就按压 五分钟为主 五分钟压了 休息了 就是要按压再搓揉 对 然后五分钟就够了 五分钟 然后你就 不然你压到医血了 对 你根本就不敢压了 是 反而变成病灶了 哦 对呀 你就是五分钟 按压到压 压压压压压 然后揉一下 按压到五分钟 嗯 就停下来了 嗯 因为所有的东西不是一下子就会好拿那么快 所以你按压它一定有缓解 是 五分钟为止 所以要持之以恒每一天 对 这样按压一下 直到它的整个症状缓解的差不多了 对 还有这个有一个原则 刚刚有人说 是不是都这样拍呀拍呀拍呀都一样吗 我说男着女佣 男生嘛先拍左边 哦 这也有分啊 按女生嘛先拍右边 然后经络是两边都有对不对 男生你拍完左边再拍右边 按女生嘛你先拍右边再拍左边 所以男左女右不一样啊 而且拍的方向还要根据经络选的走的那个路线来拍 对对对对 比如说您刚才说的大肠经是由下往上拍 对对对 因为它是气是从下面往上进来的 对还因为它的情形是从这儿开始的 嗯 我说过这里有一个落蟹裂切蟹裂切 然后就到这边了嘛 那所以你是从这儿开始 所以你要往这个才叫做补 嗯 随着它上去 是 拍 然后呢我们介绍几个重要的蟹道 嗯 这个叫做桑阳蟹 也是在指甲旁五分 你看看你的时候指甲旁五分 指甲旁的五分 那个桑阳蟹 这个治疗什么特别有效呢 我们不是说烟跟喉是不同的 如果你呼吸的时候会痛 那纯粹是喉的问题 是呼吸道的问题 如果你是吞口水会痛 哇吞口水都不能吞 很痛很痛 那应该找桑阳蟹 那是烟是吗 吞烟会觉得痛 找桑阳蟹是特效蟹 所以烟跟喉是不一样的 分开的 所以有一个病例 有一个人他在旅行途中 他突然满面痛 他就觉得他发烧了 但是你在外面旅行怎么行呢 是 他就应用到这个蟹道 嗯 才给他点一点 他就 马上没有半个时候烧就退了 哦 他是吞烟的困难 嗯 吞烟 吞了是困难 所以是要上那些 喉咙痛 烧伤 所以功用是不一样的 所以烟痛是 烟痛就用伤羊 伤羊蟹在食指这里 马上那个吞烟的困难 吞烟吞下口水都会痛的就 哎 完结了 是 如果只是喉咙痛是烧上穴 喉病 喉病的话在大拇指上 喉病 双额喉病都是要靠这个烧上穴 是 啊我们当然过啊 会主皮毛啊 既然他是他们这表里啊 所以你要拍啊拍啊 有美容效果哦 哦 对啊 这个爱美的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 可要记好了 用 要往上拍哦 从下面从食指这里往上拍 每天拍 女生先从右边开始拍 男生从左边开始拍 两边都拍 这样子 长此以往的话 就会变得皮肤变得漂亮了 对对对 女生没病 还有还有一个最有名的 叫做河骨蟹 嗯 河骨蟹叫 有一句话叫做 面口河骨收 什么意思 你面部的病 是 牙齿的病 都可以找河骨 所以叫面口河骨收 哦 这河骨管这么大 因为他的形形有经过脸啊 哦 就在这里啊 是 还有交到人中啊 哦 交到人中这个急救蟹 大家可要会用哦 人家一分倒 在马路上你可以马上坐 哦 按压人中 嗯 但是不要用指甲给它抠哦 会 压 不然等下他起来还骂你说 怎么给我弄到这里出血呢 哈哈 所以要用指腹压 压 压人中 这是急救药蟹 是 好 我们再介绍一个 起尺蟹 起尺蟹 嗯 在手肘这里的 起尺蟹 这个网球肘啊 其他那个手挤不起来 起尺蟹 特效 嗯 起尺蟹在哪里 在这个骨的这个缝这边 哦 压下去特别痛 酸酸的痛痛的地方 对 如果你有毛病当然特别痛 嗯 没有什么毛病就是酸酸的 哦 不舒服 那这个是治疗什么呢 这个手肘痛啊 手肘痛像 网球肘啦 对啊 手肘啊 那你可以怎样 这边痛可以压这边 哦 是啊 可以对称先压 压这边 缓解了在这边 两边是对称的 哦 两边对称的 然后不 两边都要互相按压 对 是 哇 这些要学起来 在日常生活中的宝剑 是有非常好的效果的 那我们先休息一下 待会儿回来 欢迎您回到节目中来 林医师 您刚才为我们介绍说 就是手肘痛啊 要按这个取齿穴 那这个按大概要按压多久为好呢 我们原则上五分钟 是 我告诉你说 你这个痛 你先按压健康这一侧 哦 要按 如果是这一只 这个手肘痛要按 按健康这一侧 然后按的时候呢 你这个就动 让他气一直过 哦 那这样子的话 自己没有办法 要请别人帮忙按 你知道这个地方你就按 按的时候 那你这个手就赶快动啊 看哪里不舒服 你就故意往那个方向动 让他顺过来 是 所以这个动气疗滑 你按一按 哎 有点舒服啦 你就动一顿就舒服啦 然后你再回过来 按这边 嗯 按这边按一按 哎 舒服啦 所以我们应该讲说 核骨 面孔 面部的 嗯 都可以找核骨 就是面孔 面部的 包括牙齿 牙齿 也可以找核骨 但是我们不是有一个病例 我讲过了吗 嗯 他牙齿痛 痛到不行 都要对 找医师也不行 又包起来不行 痛到不行 结果核骨一针 牙齿不痛啦 对啊 而且他想说 我今天就只痛 先只痛明天再去找牙医师 不用啦 就从此以后也没再痛 哦 只要在核骨穴 针一针就好了 他这个效果是比较好 是因为可能他那天 吃东西的关系 或者怎么样 那个气堵住了 特别难受 所以你把 这个核骨一针 他去通啦 疏通啦 哎 他就不通啦 哦 通了就不通了嘛 通了他就不通了 对啦 所以很多痛哦 不是病 嗯 只是他 经络的气血不通 是 所以有时候你知道了 这个为什么 我们这个节目提供里面 这个很多 这个经络出众 这里我们还要提到 两个特别重要的 嗯 我说 五脏有病 要治五脏的病 要找 颜穴 颜穴 是什么意思 他的穴有 五书穴里面 有一个颜穴 嗯 例如说 肺的颜穴是 太阎 太阎 知道吧 就是那个脉搏 这个地方 脉搏的这个地方 太阎 太阎穴 这是肺的颜穴 叫太阎 嗯 好 那 那个 大肠的颜穴 就是颌骨 哦 大肠的在颌骨 嗯 五脏有病 避免找颜穴 嗯 所以你们要记住 肺 可受穴的很厉害啊 比如说 找 太阎穴 是 就是它的颜穴 用按压的吗 还是要用针子 按压 按压 可能一天改善一点 长期压下去 就会慢慢改善 是 然后呢 颌骨呢 是 手 阳鸣大肠筋的颜穴 嗯 我们刚刚有讲过了 特别强调 牙齿啊 嗯 面部的毛病啊 找颌骨蟹 嗯 其实 五脏 内部的 也是找它 肚子痛啊 颌骨蟹有些吗 有啊 嗯 听说现在 现代医学 就是用颌骨蟹做主痛蟹 做止痛啊 对 止痛 他就是说 动手术 他上次 不是有表演过吗 就是 扎针 颌骨蟹扎针 然后就不打麻药 就可以开刀 哦 哎呀 这个有做过 哇真的很神奇 所以颌骨它是颜蟹 嗯 所以我们说颜蟹跟落蟹配合 因为你知道裂切 裂切我刚刚讲过 它是联络到大肠筋器这个蟹道 嗯 我们怎么说怎么找 就是这个两种交叉 虎口交叉 它这个食指的近处 嗯 你就给它找 有一个缝 对 有感觉 有个缝裂开似的 你给它按捏这个缝 我跟妳讲哦 大肠都会蠕动的哦 哦 嘿会放屁哦 哦 所以这个排气啊 对啊 所以颜蟹 这个落蟹 就是落到大肠筋去 嗯 这个听说 这个一般有人把它做做戒烟的好蟹道 戒烟也可以按裂缺啊 要戒烟可以常常压裂切蟹 哦 为什么呢 裂切蟹它是通到那个大肠肥的蟹道啊 哦 它还有一个就是颈向型裂切 你脖子不舒服 颈向这个不舒服 裂切蟹有效 哦 如果脖子不舒服的话 字法叫做颈向型裂切 那像落枕啦 什么也可以找裂切 肺筋的颜蟹 嗯 只是太炎 是 它的大肠筋的颜蟹是颌骨 嗯 它一般都是把颜蟹跟落蟹 两个配合着用 嗯 所以叫做颜落就配合起来 用治疗效果是非常好 所以你自己常常按压 例如说 你按颌骨蟹 嗯 你就记得按裂切蟹 是 因为颌骨是它的颜蟹 啊裂切是它的落蟹 你就哎 按按颌骨 按按裂切 是 啊如果太炎你咳嗽 你就按按太炎蟹 再按下 再按那个有一个叫扁立蟹 扁立 哦扁立 扁立 这个这个啊 这个蟹道也是落蟹 落到这样 这个扁立蟹是 颜落就是颜 颜就是颜蟹 嗯 落就是落蟹 嗯 所以我们如果会应用的话 其实很多 症状不是很严重的话 自己在这里经过保健 所以我们叫做蟹道保健按摩 哦 保健 所以只要知道这个原理的话 就可以针对自己的情况 来找这些穴位按摩 对 就是零失其蟹 嗯 不失其筋 一定要搞清楚 什么叫做阴 嗯 什么叫做阳 是 阴阳一定要搞清楚 然后你在拍打的时候方向要对 哦拍打的时候方向要对 对 如果方向错了的话 效果就反效果 就是蟹变补就不一样 哦 所以您刚才跟我们介绍的 像是肺筋啊 就要从上面往下拍 对 如果是大肠筋的话呢 就要从下面往上拍 对对对 这样可以美容 对 又可以促进排便吧 对 所以常常拍就觉得 诶 排便比较顺哦 嗯 当然跟你吃食物也有关系啦 是 今天非常谢谢林医师 也谢谢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 感谢您的收看 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会 请不吝点赞